让客户找到这种卡看一下 高速卡100MB每秒钟 然后下边这是16JB 这两个都必须是和我一模一样的 100MB每秒钟和16J 然后我们把卡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插到这个读卡器上 然后插到电脑上 然后我们打开电脑 然后找到这个U盘格式化 点击格式化 点击格式化之后呢 然后我们选择看一下 选择这个FAT32 然后分配单元格大小 改成默认配置大小 点击确定 然后把U盘格式化一下 格式化之后呢 然后我们打开 打开之后让我们找到 我们给客户的 给客户的这个文件 然后复制 粘贴 粘贴进去之后呢解压 解压咒点击确定 然后出来文件夹之后看一下 我们只保留 我们这里边只有三二一个文件 然后只保留这一个文件夹 只保留这一个文件夹 然后我们看一下 剪切 然后粘贴出来 粘贴出来就删除上边两个 然后我们这个U盘下只会有这一个文件夹 然后只会文件夹下只会有这一个文件 看一下 U U盘 U盘下的文件夹 文件夹里只有这一个文件 然后文件名是32 好了 我们下一步弹出U盘 弹出 然后我们 拿着内存卡 插到机器背面 这个卡槽位置 插进去 插好之后呢 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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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机之后 看一下 是这样的 这个位置 然后最后 显示 END 显示END之后 表示卡已经刷好了 之后 之后 关机 关机 关机之后 我们把卡拔出 拔出卡之后 再开机 看一下就刷好了